大家好,欢迎收看由麦子学院 为您提供DTM5加CSS3轻松入美实战生命教程 那么上一节课,我们讲过了这个多栏布局 那么这节课呢,我们接着来讲这个布局相关的样式 核,这一课我们来讲这个核布局 那么什么是核布局,核布局的一些基础知识 首先呢,我们来回顾 我们在使用Float属性或者是这个Prodition属性 进行这个定位式的缺点 那么在我们CSS3中,那么除了多栏布局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核布局来解决掉这个Float属性和这个Prodition属性 多栏布局时候呢,底部不能对齐的这样一个缺点 那么首先呢,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个回顾一个这个Float,通过这个Float属性呢 来进行布局的一个案例 然后呢,我们找到它这个缺点 好,那么它的缺点呢就是这个多栏实底部不能对齐 好,那么我们新建一个项目 在这里 好,那么这个项目的名称呢 我们叫做布局相关的样式 好,然后呢,是这个核布局 好 然后新建一个文档,index 网易标题的话 我们就给它设置为Float布局吧 好 Float布局 好,Float属性布局 好 然后呢,在这里 首先呢,我们用一个大的DV 来把这个内容包裹的 然后这个大的DV呢 我们给它一个这个叫做CNTR 然后拨对吧 好 大的这个主体 好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给它三个DV 三个小的DV 好了吗 嗯 第一个DV呢 给它一个这个ID 叫做Club 啊,Left吧 好 第一个是Left 三个 然后第二个的话 是这个C1TNT 啊,Center 好 中间 然后这个呢 是Write 好 右边的 然后三个里面 都有内容 第一个的话 我们给它这个 首先给一个H2小标题 好 栏目列表 好 比如说栏目列表 栏目列表 好 下面的话 我们给一个URL 好 URL 然后列 好 好 栏目名称 栏目名称 好 然后多复制几个 好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的左边的这一部分 好 然后中间的话 是这个内容 内容区的话 我们还是在这里 随便 啊 找一点内容来放进去 好 内容 放在中间 那么中间这个位置呢 给它加一个这个P 段落 好 好 内容 然后 右边的话 是这个 呃 推荐文章吧 那把这边直接拿过来 好 拿过来之后 给它稍稍的改一下 好 那么这个叫做推荐文章 好 那么其实下面这一段都可以改 可以不改的 好 改一下 稍稍的改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给它进行这个布局 啊 设定这个布局的样式 撕掉 首先呢 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主体 居中对不对 主体居中 好 信号 主内容区域 让它居中 我们给它一个宽度 好 宽度的话 我们给它一个 呃 一千吧 好 一千个像素 然后给它一个 measure 0 2 好 那么这样呢 这个主体呢 就会居中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呃 呃 为什么没居中呢 看一下啊 啊 这个单位打错了啊 PS 不是XP XP已经过时了 好 刷新一下 好 那么这个时呢 就居中了 对不对 居中 然后呢 给这三个 三个这个栏目呢 进行这个 分 非样式 好 呃 首先是 呃 左边吧 DIV 信号 Left 好 首先让它这个进行 左浮动 FL float Left 好 左浮动 然后给它左边一个 这个宽度 那比如说左边给它 300个像素 好 宽度等于300个像素 然后给它一个这个配定值 好 配定 那配定呢 等于 嗯 十个像素吧 十个像素 好 然后给它一个被检设 backgreen的 那么等于这个green 好 绿色 好 那么这个是左边 然后呢 来定义我们的这个右边 div 信号 rate 好 那么 这个的话 等于右边 对不对 flit 那么等于rate 好 rate 同样的 右边的话 我们给它的这个宽度 好 同样的 也是给它一个300个像素 好 然后配定 是个像素 颜色的话 给它一个看一下 什么颜色 backgreen的 信号 哎 没有推荐颜色 信号 fffff 好 自己选一个 先随便弄一个颜色 自己选一个 就这个颜色吧 好 这是右边的 然后定义左边的 左边的这个 好 div 信号 中间的这个 center 好 那么这个呢 宽度给它400个像素 好 400 同样的 这个浮动 别忘了 浮动 让它左浮动 left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刷新看一下 好 那么是这样一个效果 好 嗯 我们把它的这个定位点 好 定位点应该设置一下 好 嗯 选择 嗯 这三个 div 信号 left 然后 div 信号 center 好 然后 好 然后 div 这里 div 信号 right 好 那么三个呢 这三个的样式 样式 给它们一个 好 嗯 让它们的这个定位点 好 定位点改变一下 嗯 -webkit-box-season 好 那么定位点呢 我们给它这个borderbox 好 然后复制一个moz 火浮量器加入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怎样一个效果 好 那么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呃中间的这部分的话 也给它加个bd颜色吧 bd颜色忘记给它加了 好 backgreen的 呃颜色的话给它一个 这个是个粉色 看一下这个蓝色吧 好 刷新 嗯 这样呢 这个布局呢 就出来了 但是呢 我们可以发现了 它的这个宽度啊 高度啊 底部不一样 对不对 不对齐啊 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 好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就直接直接对对这个直观的 就已经看到了 它没有对齐 好 那么 我们怎样来解决这个办法 其实在cs3中呢 要解决它没有对齐呢 其实很简单 很简单 那么我们只需要啊 给它运用我们这个cs3中的这个核模型的这个布局的这个方法 好 什么方法呢 我们来看这里 核模型布局的这个box属性 好 给它指定box属性呢 那么它就可以变成这个啊 底部统一的了 好 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核布局 好 在cs3中呢 我们使用box属性呢 来进行这个核布局 在火壶中呢 我们要把这个box呢 写成这个-moz box的这个形式 然后呢 在谷歌浏览器中呢 需要写成这个webcat-box的这个形式 好 呃 那么综合上面的这个啊 我们现在这个例子的话 那么我们来改成这个 呃 box box属性 那么怎么改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改这个很简单 很简单 怎么改 好 我们把这个去掉 把所有的这个浮动都给它干掉 好 浮动 left 这个是right干掉 好 left 干掉 然后干掉之后怎么办呢 好 是不是现在就可以了 不对啊 现在还不行 我们看一下啊 现在还是这样的 呃 我们在这里 在他们外层的这个div里面 因为它现在 他们都是被包裹在最外层的 对不对 最外层的这个 呃 centerboard这个里面 对不对 好 我们在这里呢 给它加入一个核模型 好 核布局 Display 等于什么呢 等于-moz 好 moz-box 好 就这么简单 好 当然这个是这个 针对这个火夫的 然后再来一个 Display-webkit-wbkt-box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 哎 奇迹发生了 对不对 他自己就 哎 底部对齐了 column count呢 就可以轻松的 进行了这个分栏了 对不对 就可以轻松了这个 进行分栏 呃 但是呢 他们有什么这个区别 有什么区别 我们的这个 我们刚刚呢 可能大家都发现了 column count 来分栏的话 这个栏目的这个宽度 是固定式的 对不对 他们的所有栏目的这个宽度 都是一样的 那么你在做网页的时候 不可能 哎你你左边是100个像素 中间是100个像素 右边又是100个像素 对不对 你的网页不可能是100个像素 好不可能全部都一样 每个栏目都一样宽 那是不可能的 对吧 好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column count 这个分类的话 这个分栏的话 那么通常呢 会用在我们的这个文章 文章分类 就是我们读一篇文章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文章分成左栏 右栏去进行阅读 就好像我们的这个报纸一样 报纸我们就要分左栏 对不对 好 那么就是这个column count 和我们的这个核模型 这个布局box的一个区别 希望大家要注意这个区别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一节课的一个知识点 核模 核布局 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那么下一节课我们来讲这个 非常有趣的这个布局 好 什么布局呢 弹性核布局 好 那么这一刻我们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再见